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今日印度电视台20分钟专访 重申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今日印度主播很关心 台湾是否有机会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吴钊燮登上印度媒体大谈国与国之间合作 今日印度媒体集团还要用三个不同频道连播专访 供两亿八千万印度收视群观看 这让中国驻印大使馆超怒 发声明反对印媒播出台独专访 强调坚决反对任何制造台湾独立行径 并敦促印媒 在中国主权问题上恪守一中原则 不为台独势力提供平台 中国又想干预别国新闻自由 印度网友觉得有够烦 纷纷到蔡总统推特上 分享的印度咖喱美食贴文 回贴更多种印度咖喱烤饼点心优格 邀请蔡总统来品尝 笑因推特上充满台印国旗 有印度网友留言台印永远在一起 也有人说所有印度人都支持台湾无所畏惧 台湾应该是被世界大国所承认的独立国家 就是其他国家的网友很理解台湾跟 这个中国在国际上的这个状况 会借着hashtag台湾 来表达他们对于台湾的支持 推特冲破140万追踪 蔡总统用国庆音火谢谢粉丝 这让印度网友更开心创建台湾的骄傲 台湾是国家等标签 随着中国战狼外交 干预别国自由 反而把更多民主国家名义 推向台湾 三立新闻小宇是周宁台报报道 达到了